只要是80后,99%的人一定看过锦上雄烟的经典篮球题台漫画作品《灌篮高手》。 在那个时代,甚至有很多人是因为这部作品,才走上了篮球场,而漫画中的主角鹰幕花道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,有不少球迷认为罗德曼是鹰幕的原型,但实际上作者本人都对此予以了否认。 可在现实世界中,却真的有一位球员像几位鹰幕,他就是2004年的NBA12号新秀罗伯特·斯维夫特,每个叫斯维夫特的人好像都不简单,罗伯特·斯维夫特也是如此,85年生元的他有四分之一的日本血统,甚至还有一头独特的红大褐色偏红,这让他有一副和其他白人少年不太一样的样貌。 当然,他的身体天赋也是普通白人球员没有的,实际上,在学生时代,斯维夫特与和他同龄的霍华德基本是55开的,身高216公分的斯维夫特在高中时期,可以场经贡献18分16篮板又崩盖的可怕数据,凭借这样的表现,他没有经过大学篮球就直接跳,进入了NBA为超音速队选中, 作为白人球员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,和鹰幕一样斯维夫特也是怪人,他在训练场上极其拼命,但却很不善于与队友相处,和他的队里没有像赤木刚鲜那样有耐心的前輩,孤贴而又傲慢的性格让他不太受队友的喜欢,尤其是他不受球队大老雷、阿伦的待见。 2006年的夏天,他在一次,就球中意外伤到了膝盖造成了阵带撕裂,而这次受伤也给他的职业生涯,蒙上了一层阴影。 原本在球队里已经渐渐的获上了首发位置,可这一次受伤,却几乎杀死了他的篮球梦想。 在之后的NBA生涯里,他总共只获得了34场出场机会,生涯数据定格在了场均4.3分3.9篮板0.9封盖,考虑到他只有场均15分钟的出场时间。 实际上他的盖帽和篮板效率是不低的,斯维福特和櫻木花道有很多相似之处。 日本背景,桀骜不适的性格,以及与生俱来的暴力倾向。 斯维福特在自己家里有一个武器库,收藏着30多把枪局和数把日本军刀,他也是一个打架高手。 在退出NBA后,他曾经考虑过去打职业搏击比赛,只可惜他受伤的膝盖让他最终断了这个念头。 斯维福特也有一批狐朋狗友,他甚至因为这帮朋友沾上了毒品还进过监狱,离开篮球的他活脱脱,变成了一个社会独流。 漫画中的櫻木花道给无数篮球少年们带来了正能量,而美版的櫻木花道却没活出自己应该拥有的人生。